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个单元我们要来看一下 TMS320-2812 它的接角的分布图的介绍 那我顺便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DSP晶片 好各位那这个是TMS320-C30的晶片 那这个晶片是我以前在做实验的时候 所做的所用到的这个晶片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这个晶片就是属于 这个一根一根的 就像我们这个电脑里面的CPU 以前的CPU这个接角 都是用这种一根一根的 然后整个放进去 那个插座里面角座里面之后 然后锁上去卡住这样 以前是这个样子 好那以前要做这个晶片的时候 我都会先把这个角座 先把它做好 因为这个晶片也不便宜 所以我都会先做一个角座 每一个都把它套上去之后 然后才放在我的电路板上 才放在我的电路板上 因为这样子你就不用焊死 因为有可能你这个板子有可能 比如说做的这个焊线的时候 有可能没焊好 焊错了 或者是这个不小心把脚位怎么样了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把这个晶片 放在电路板上面的话 那有可能这个晶片就坏掉了 所以我都会先用一个角座 把它插上去 然后才插到这个电路板上 这个是C30 C30的系列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812 它的封装的这个形式 封装的形式 那它封装的方式 有这个179PIN的GHH球形网路 正列的封装 BGA的封装 BGA的封装 那这种封装形式啊 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啊 这个手机啊 里面的 里面的这些晶片啊 几乎都是用这种形式 那我们的这个笔电里面的那个CPU 也都是用这种形式 那这种形式啊 有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啊 它的脚啊 就直接啊 用这个洗球啊 来做取代 直接用洗球来做取代 所以呢 你的晶片啊 就一个这个四四方方的对不对 然后呢 你把你的洗球啊 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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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都放上去 放好了之后 再用这个仪器设备啊 去把它放在你的电路板上 然后呢 那你要怎么去焊它 你就是要用那种热风枪 热风枪啊 它 它会产生高温 然后让这个洗球啊 就在里面 就融化 好 那融化了 融化了之后 你能够确定 你能够确定它一定 这些脚位都 黏在一起吗 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做一个确认的动作 他们呢 就是用那个X光 他用X光啊 去照 照这个晶片 那因为啊 那因为啊 X光啊 他呢 透不过这个 这个洗球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 X光荧幕上啊 他就会有这个 小点就会跑出来 因为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还是会产生这种空汗的状态 尤其是像那个 维修啊 因为维修有可能 比如说 有人啊 想要比如说要超频 他呢 就自己啊 把这个 因为很多人在半导体上班啊 他就直接把自己的笔电 那个这个主机板啊 就把它拆过去 然后呢 带着自己的晶片 带着自己的这个CPU 然后呢 先用热风枪啊 把旧的这个 CPU把它焊下来 焊下来之后呢 他再用这个 这个工厂里面的这个洗球啊 然后就把它 植上去之后 把新的这个CPU弄上去 然后呢 再把它焊到自己的这个主机板 那焊完了之后 你就要用X光啊 先看一下每个点 是否都有 都有焊上去 然后啊 才做开机的测试 这是一种 封装的形式 那另外这一种呢 叫做LQFP的封装 这种呢 是薄型的 薄型的封装形式 那这个 这种形式呢 就是说 它的晶片啊 一样四四方方的 然后呢 就很薄 然后呢 它的脚啊 都是这样 一根一根的这样 跑出来 都是在四周 四周 每一个脚啊 都是平面的 那这个平面的呢 你直接啊 就可以放在你的 这个电路板上 那这个电路板呢 是比如说印刷电路板 它上面啊 都有那个 那个金手指的那个接角 那你在 你的DSP啊 就把它放上去 它的脚啊 就会对应每一个金手指 对应每一个金手指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 用那个药水啊 来把这个 脚位啊 来把它粘起来 药水啊 来把它的脚位啊 就一样用烂铁啊 去把它焊起来 那这种方式呢 是我们一般啊 一般实验室 比较可以做到的方式 因为前一种 这种形式啊 你必须要有设备 你必须要有设备 去达到这个 这个汉的这个目的 可是呢 像一般的 如果不是那么 有钱的这个实验室啊 它可能没有那种设备 所以我们一般啊 大概都是用这种 这种晶片的 这种方式啊 来做你的产品 因为洗电路板啊 就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可以设计好电路板 然后请这个外面的公司啊 来帮你 洗好电路板之后 那你就可以把 这个晶片买来之后 就把它放上去 就把它焊起来 那这种呢 是LQFP的 这种包装的方式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F2812 跟C2812 它179PIN的 这种球形的BGA 洗球的BGA的形式 好各位 那首先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晶片啊 那一样四四方方的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说 哪一个 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位置 对应什么 哪一根脚 它这个上面啊 各位你如果注意看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它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奇怪 有没有 这里 是不是少了一个 然后呢 这个是不是 比较大一点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在 DSP晶片里面啊 它呢 都会做一个记号 让你能够认出来说 这四个角位啊 哪一个角啊 是哪一个点啊 是一个定位点 哪一个边 是一个定位点 好 然后呢 拿到这晶片 你就把定位点找到之后 你就可以根据 你的这个说明书 这个TI 它的这个原厂的说明书里面 就会有 有这张图 然后呢 你就可以对照着这张图 去找到 你所想要的 这个角 角位 因为 像我以前啊 这个自己在做 就是 DSP晶片啊 我们自己在焊的时候 首先啊 那这些角位你一定都要确认 然后呢 把用到的这些角啊 你就是要把它去拉出来 像这Ground啊 VDD 这些啊 电源跟接地 这些几乎都是一定用得到的 所以这么多的角位 你几乎都要去把它拉出来 因此 这些呢 必须要配合 你的角位的说明 然后呢 把这些角位 一根一根的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 然后是要看是要接地 是要接地 还是要接VCC 好 那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角位啊 有这个 旁边有这个数字 有没有 12345678910 14 然后呢 X轴是1到14 那Y轴呢 就是A ABCD一直到P 好 所以呢 每一个角位 你就可以定位出来 它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 像这个 XA14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A10 A10 OK 所以每一个角位 你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定位出 它的它的点在哪里 然后呢 你就可以对照 说明书 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角位在哪里 它的功用是什么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LQFP的这个 封装形式 那一样 它的角位啊 都在旁边 全部都在旁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 最左下角有一个定位点 这个就是它的定位点 你看它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斜切 也是一样 这里有一个定位点 然后呢 从它这边开始 就是第一拼 第一 然后呢 就12345678910 这样绕一圈 绕一圈 最后 总共 176片 总共176片 好 好 那这个呢 就是LQFP的 这个包装形式 好 那我们今天啊 这个单元啊 这个为你介绍了 这个晶片 它实际上的照片 然后呢 它封装的方式 它焊接的方式 那 你在这个做 做你的实验 或者是做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雏形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选择说 你要怎么去先做好你的这个雏形 因为当你在这个开始啊 做你的这个试验品的时候 你不可能 你没有办法一下子投入太多的这个金钱在里面 所以你一定可能就是先用简单的形式 如果能够外接的话 你就先用外接的方式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用洗板子的方式 等到你确认这个你所做出来的电路板 是这个完整的 是OK的 然后你才可以去量产 那你量产的时候 最后可能就不见得是用 用这种电路板的形式 你可能就是说 像那种 值洗球的这种方式 来做最后的这个成品 那就像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HTC 这个手机 因为手机里面 它的这个晶片 几乎都已经是到了这个最轻薄 最小的状态底下 所以它的里面的这些晶片 这个焊的方式 几乎都是用这个值洗球的方式来焊的 所以当你的这个产品 如果是这方面的话 你可能最后的 最后的这个大量生产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 那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你可能先用一个比较大的板子 先把所有的电路板都 电路都做好了之后 先去做测试 OK了之后 你最后才是送出去外面的工厂 再帮你洗板子再去量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 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